賞明彪珠寶等奢侈品之外 亦都包括藥和奶粉等的日常用品 如果我們真的做到的港湖中心 譬如你剛才說的水火客 即日來回香港又不住又不吃飯 只來買一堆日用品就上回去 這些如果它可以去到前海 我覺得對香港的影響可能是正面的 相對於交通壓力又低了 民眾的怨氣又低了 但對香港真正的GDP貢獻是不高的 洪惠文說 救私中的港貨特區 需要處理內地居民買港貨的信心問題 年代可能要撤配額限制 人們來香港購物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價錢、稅的問題 另一個原因是信心 如果我們在前海真的要做這件事 我們要針對這兩點 首先信心最重要 可能我們要找回香港的企業 香港的品牌上去 內地的消費者才會有這樣的信心 如果半稅或是有任何稅務優惠的話 我覺得一定可能要考慮過高達的 要不然你會對其他內地的城市 或者其他海關造成壓力 各個就在這裏入企 不過前海諮詢委員會委員蔡冠森認為 港貨特區和前海的定位不符 前海的定位不在這方面 前海的定位應該是主推金融業 現代服務業包括現代物流 科技、文化產業 以及吸引香港的專業界人士去 這就是他的定位很清楚 你說賣一般的商品對他來說 不是那麼吸引 就沒有那麼需要 還有去前海買這些是否真的那麼方便 也都未必 他不是來湖 他不是來馬州那邊 你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這個我覺得 跟他的定位是有少少不一致 前海港貨特區最終能不能夠成事 前海方面說 他們還要諮詢港府和香港的相關業界 也要和內地的監管部門初商 暫時沒有時間表 無線電視的蔣林志豪報道 世界報G組 德國和菅納分不到勝負 白心在德國首場贏葡萄牙 並不令人意外 不過能夠大勝四球 就令球迷大跌眼鏡 沒有戴眼鏡也不要看漏眼才行 初段差點被基因偷倒雞 托馬斯姆娜也在後較正的炮台 不過卻穆斯散中人而已 加納賽前傳出內控 有全其運保定和艾森 分滿上場輸給美國那時 被點為後備 用到黑聲嚇常加黑 基因受制於德國的首位 起不了腳 卻加爾夫